富里乡公所和富里乡农会今年过年十天连续假期首度合作 推广行销在地优质农测产品成果封锁 随着二八四天连续假期又要来了 双方也再度攜手合作 乡公所将优化幸福广场小农市集和农会的稻草艺术纪园区 景观相互辉映 要提供游客民族更多元化的旅游服务 今年过年十天连家富里乡农会稻草艺术纪人潮落一不绝 卖场内更是人生顶费买其强强棍 光是这十天连假就缔造最少千万元左右的商机 富里乡农会起带头作用 不愧是地方金基姆 我们今年的过年的时候 我们还跟乡公所合作 就是办我们的小农市集 那这次的话我们小农市集 大家也是有感受到说 农会跟公所合作之下 可以创造更多的一个商机 然后也可以借由这个平台 能够介绍我们富里最优质的农产品 而过年前 富里乡代理镇长江东城 主动向农会递交甘蓝枝 并广邀在地农民 在幸福广场开办小农市集 和农会的稻草艺术园区相互辉应 相当受到游客民众的喜爱 也让小农荷包满满笑开怀 既然有这么棒的稻草艺术技 还有金刚 包括我们海底世界的稻草艺术 我想市集的部分的话 尽量靠近跟结合 历年来都各自为政的 相公所与农会 今年过年首度合作一拍即合 随着228四天廉价脚步的接近 为了提供在地农民展示 展示的机会 双方也再度攜手合作 所以在228的延续假期 在这四天当中 我们也非常欢迎全国的好朋友 可以来到我们复里 继续来我们的这个金刚园区 还有我们的稻草艺术技的 海底世界来参观 那我们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228假期的时候 你们来看到的景象可能不一样 就现地来看过之后的话 把一些认为这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观光 或者是这个贩卖的一个场所领域上 有一些障碍物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做一个清楚或美化 相公所加强幸福广场周边环境的美化改善 优化整体景观 而农会则是延续稻草艺术技的展示空间 搭配春耕农田自然景观 以及优质的富里米 以及多样农产加工品 抢供228廉价旅游商机 共同合作带动地方农产观光旅游的产值 接着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